持續帶來關心屏東工廠爆炸案的後續 26號中務屏東消防局長 史梅雪現身殯儀館 除了到遜職消防員林前志 亦也一一關心每一位家屬 而家屬甚至一度情緒激動 與局長相擁而起 過程也有人是跟局長 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也希望此次的犧牲能夠是最後一次 現在來看當時情形 質疑完畢後局長史梅雪也快不離開 面對提問只表示 現在的心情沒有辦法說話 看得出情緒是非常的低落 而工廠爆炸案來到第五天 對於罹難的消防員以及員工來說 他們的家屬有些人到現在 還是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的親友離開 而後續該如何照顧還有處理 都是持續關注的焦點